這盒子味道超級臭 這好像是阿嬤才會用的 恐怖 為什麼要給這個啊 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開箱一下 就是我最近在很無聊逛電商的時候 竟然看到 有這麼便宜的一個 我平常很喜歡的裝備 也就是太陽眼鏡 沒想到他跟我戴的價錢 竟然價差了接近10倍 我平常戴的就是 這款 M的眼鏡 跟Krave的眼鏡 就我在網路上都個別看到了 他價差大概10倍的產品 我就特地把它買回來 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到底他在 實際的一些細節上 產品的真緯度上 到底有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就來開看看 他的 盒子也太簡陋了吧 就這樣 裡面就是有這樣 哇賽 太陽眼鏡這樣包會不會 太 太輕 太簡單了一點 可是我記得我 原廠的盒子不是長這樣 這隻不知道是哪一隻 我們看一下 這是白色的 這隻是我 剛拿出來示範的這個Krave 乍看之下 好像幾乎 很接近 很接近一模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 產品上的細節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 原廠 就是正版的 產品跟這個 只要他10分之1價錢的 電商買來的這個眼鏡 到底有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現在看一下 他的盒子 盒子竟然 上面還有一個這個不知道是什麼貨號 應該是 POC 然後這隻眼鏡叫 M 然後 7號可能是 他的顏色吧 我想 但在電商上有些顏色都是原廠沒有出的 所以也有點奇怪 然後開起來 剛剛看到眼鏡之外 他有個眼鏡布 然後他的袋子長這樣 可是他的字樣 有點奇怪 因為原廠的 其實是 長這樣子 他其實是在 有一點角度才會看到 有點像浮雕的感覺 差蠻多的 而且 他的 這盒子味道超級臭 有一個很嚴重的 塑膠味 就是那種 感覺像便宜塑膠 所以 原廠的盒子跟他其實很大不一樣 我們會放照片在這邊 其實原廠的盒子是一個半透明的盒子 然後他是 半邊會露出你的 碳眼鏡本體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 白色的塑膠包裝 那裡面其實 質感上來講 真的差非常多 絕對不是 這個這麼便宜的包裝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隻 另外一個呢 也是我自己 比平常 哇他這個盒子更大了 那盒子 這個跟剛剛這個仿的 就差更多了 有沒有 他大小 變超級大 那這一隻是我自己平常帶 你可能比較常看到我在跑步當中會帶的這一款 是Craft 他就是比較 小一點的款 然後他比較機動性好一點 因為他比較輕一點 所以我自己也蠻喜歡帶這個Craft的版本 然後他的鏡腳是長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盜版貨 仿的到底差多少 哇塞 他裡面 也太多東西了吧 這個才900塊 你相信嗎 900塊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什麼 這個說明書 就不用了 他還有一個眼鏡帶 就是 運動眼鏡會用眼鏡帶嗎 是擔心你在 運動中會掉了 所以給你一個可以這樣 這個怎麼用 應該是扣在鏡腳上 可以這樣 這好像是阿嬤才會用的 一個眼鏡帶 然後下一個是 為什麼要給這個啊 這個應該是一般是近視眼鏡會內掛的 一個設計 可是原廠其實是沒有出這個的喔 然後這裡就是眼鏡本體 這個 就有點仿了 而且 他 鏡面大家可以看到嗎 還有指紋 這個也 太不用心了吧 竟然 這全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會不會有 好先消毒一下 Kungbo 怎麼全新的就有這個指紋 好 他原廠的長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跟 正版的 差別 其實他已經 蠻多細節都沒有仿的 像剛那一隻這麼接近了 那可以看到鏡腳 鏡片 甚至是鏡框 等一下我們會拍一個比較 細緻的特寫給大家看 還是蠻多落差的 而且用料摸起來其實 這個就已經 很軟趴趴的 其實蠻危險 裡面除了太陽眼鏡本體 一個塑膠布 還有 哇塞 還送三個鏡片 也太多了吧 我們來一個一個開起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是 藍色的 原廠還送這種 藍光鏡片 可是這個 好 好廢啊 他這樣看出去的燈 有點頭暈 等一下再拍給大家看 然後還有一個 透明鏡片 透明的是拿來 幹嘛用的啊 幹有指紋 有指紋 有指紋 幹 接下來看一下 他還有一個 黃片 好這個黃片沒有指紋 這個黃片應該是 晚上在讓你 真厭用的 就是 現在這樣帶去看這個燈完全就是 會變超級亮 那 他就附了三個鏡片 但我記得 POC原廠應該是沒有 這麼多 鏡片可以選擇 所以你看他一個盒子裡面 一個假的盒子 假的眼鏡 送你 三個鏡片 然後還有一個眼鏡繩 重點是還給你內掛 這個 鏡式的鏡框 然後 一個眼鏡布袋 這樣竟然只賣900塊 太扯了 大概是10倍的價差 我們來拍一下比較細節的部分 讓大家看一下 真的眼鏡 就是原廠 的產品 跟 這些 來路不明 電商賣的 只要十分之一價格的眼鏡 到底有什麼差別吧 好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兩隻眼鏡啊 在戴起來 眼鏡的感受程度上 我現在戴了這個第一隻啊 他是 假的 那 假的差別呢 我在看比較高光的地方 其實他會很明顯 燈其實可以有效的杜絕 但是在暗部的地方 就會完全是 消失那些輪廓 就是 你在看到一個亮的東西 其他東西就會不見的那種感覺 好我們來看 這個是真的 正版原廠 菜絲鏡片 其實差蠻多的 就是在 真的眼鏡上 你看燈的角度 看到燈的情況下 因為你會被 亮的東西吸引 所以暗的地方可能會有點消失 但是其實他的輪廓都還在 側邊看起來啊 上面這支是原廠的 贈品 正版貨其實 顏色不會這麼死白 應該像象牙白的感覺 下面的就真的比較偏白 那字體上 也蠻不一樣的 會有明顯的差距 可以看到原廠裡面啊 這個 鼻子這邊的秤墊 其實他做的就是比較堅固 側面看啊 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他這邊是完全 接縫是貼住中間的 所以他的固定效果 跟穩定性是比較好 那他的這個微調也是只有 稍微的沒有辦法到很大幅度的去做 那因為他這樣比較堅硬 所以他的 穩定效果其實是 來得比較好 因為我們在運動當下 其實都是各種顛坡啊 或是一直跑步上下震檔 都會不一樣 但你看這個 他中間這邊很明顯 就一個大洞 就是他真的在運動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左右會晃動的可能性 然後這個凹的 左右程度也是 他就是完全是 很軟 然後我覺得他的穩固效果 就不會太好 就是比較危險的一個 設計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M的近角 其實 他的近角的公差 是做得非常非常吻合 幾乎是看不出來有公差的 上面這邊也是很切齊 下面也是 中間的縫也是接近 就是沒有 太大的空隙 就是密合度很好 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有公差在特斯拉 是一個 大家都很想蒐集的一件事情 但在這個仿冒品上 其實公差就大到 不一定讓大家可以接受 大家可以仔細看 在這個眼鏡的上下 你可以看到 可以凹去的這隻腳 他其實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 小漏洞 是 跟 原廠的不一樣 第二個是他中間的 這個縫隙也很大 所以其實在這個 公差上面啊 就會可以看到 這個仿冒品 其實做的還是有一些地方 沒有辦法媲美這些原廠的產品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另外一隻 KRAF吧 好接下來我們 來講一下 這隻KRAF 其實他大部分跟剛剛 差別都差不多 但細節的地方可以看到 他近角顏色 第一個可能不太一樣 然後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正常來講 這是原廠正版的 KRAF啦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 潰縮性 不會太差 就是你的鏡片 沒辦法到很大力的彎折 但可以看到這個 仿冒品 就是軟到不行 他竟然可以這樣交叉 所以你能想像你在 運動當中 如果不小心真的有什麼 意外發生 然後這個 這種軟的鏡片程度 可能一凹就破掉 他可能會傷害到你的眼睛 或是你的臉部 所以其實是 非常非常危險 好啦那以上就是 這支 影片幫大家實測到底 價差10倍的仿冒品 跟原廠的證品 差別到底有哪些 那當然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去購買原廠的證品 因為你帶了這些仿冒品 第一個你不知道他來路不明的鏡片 可能會害你眼睛受傷 再來是他的這些安全性 可能都沒有辦法比照原廠 那原廠的好處啊 是你購買之後 不管你鏡片有什麼傷害 都有一年的保固 所以建議大家 還是要追求原廠喔 那以上這支影片就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你們想看更多 什麼不一樣產品的開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就讓我來幫大家 搶先評測吧 我是你的家人的專人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H-M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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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page